六甲是臺灣烈士固定 學在現代化的英雄 六甲固定風華將將消退 出席在六甲的藝術家 獅男生生化在順埔的鄉村 對鄉透文部的警官 特別介意 為了保存故鄉的基地 獅男生利用未必 記錄故鄉六甲的警示 政策作品從今開始 在中華管理美食館店村 歡迎鄉親全都享受 六甲龍山市是國家意義高借 透過未必 將龍山市的地績展現出來 就是所希望放寬大一點 讓旁邊的這兩個獅子也進去 這兩隻獅子要進去 用攝影或其他的方法 好像做不到 除了用畫 出席在六甲的藝術家獅男生 登記到立美術教學 退休後轉這地的藝術創作 為了要記錄來六甲的文化就是 獅男生利用未必 創作出一包一包寫生作品 這次用高定百件為主題 在酒化管理美食館裡面吃 彰化線文化局在美術館一樓 特別邀請我們詩男生老師 舉辦這個學才創作各展 那詩老師是我們彰化鹿港人 那台灣師範大學畢業 在學習期間也曾經這個師辰 這個林玉山還有廖季春等大師 那後來也受到日本人 不獲章老師的一個影響 老師喜歡到處旅行寫生 畫風非常的寫實 功力非常的深厚 用畫筆記錄他所看到的 觀察到的鄉村景色 那老師有提到這一次 特別針對他的故鄉陸港 創作白景圖 主要是因為他有一次去到陸港的正史館 看到很多的老照片跟史料 有感這些景象都已經消失了 所以他就發起一個宏願 花了三年半的時間 畫下陸港的景色有超過100幅 那這一次呢 特別精挑了61件在現場展出 彼上是已經蓋意識 給去下線的詩男生 因為生活在順埔的農村 所以對鄉陀的建設是特別蓋意 一首電影的作品 也標得最對故鄉集見 那麼陸港 他留下很多古老的建築 好像以前那個繁榮的時候 那個建築 古建築有幾千件 好像四千多 多東方之下 那麼現在慢慢消失 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 陸港人 政府包括地方人士 都很積極在保存 他們的古籍 那現在陸港已經成為 重要的台灣的一個觀光勝地 那麼他們很用心的 想要使陸港成為 台灣歷史風景區 那我也受到 這樣的一個感受 說我用我的水彩匯画 也把陸港 這些東西留下來 中華中美麥麥在建築300年的時尊 師男生利用衛兵 典現六港設定的方法和美麗 歡迎大家作回來 尊求歷史的基地 感受結束和對故鄉的情懷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彩虹博德